如智者见水中月 就像智者见到水中的月亮 虽然清清楚楚就在眼前 却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 因此他根本不会细论 水中的月亮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究竟是空的还是不空 他不会这么认为 因为那是水中之月 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他怎么会认为分析水中的月亮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究竟是空还是不空呢 但是遇人见到水中的月亮 就会妄想执着分别有无 有人就说了月亮是虚假的 有人就说月亮是幻化 有人就说月亮没有实体 有人又说呢月亮还有假用 就像咪猴一样 想方设法下水捞月 最终是溺水而亡 就被自己的妄想执着给害死了 现在也是 众生的心就像那潭水 外面的万物就好比月亮 外面的万物投射到众生的心里 众生的内心就会产生各种的影像 因为众生的内心就像水一样 外面的万物投射到众生心里 众生的内心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像 生出种种的妄想 然后呢众生就把内心的想象 当成是事物的真相 因此才有一切的分别执着颠倒妄想 就是你把你的妄想当真了 当成外面的事是真相了 其实不是 那些都是你的妄想 如镜中见其面相 镜中相也是一样 镜中的影像啊 只是光影投射的结果 它虽然清清楚楚就在眼前 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得 因此智者面对镜像 不会有任何的爱憎 欲人就不一样 欲人见到镜中相 就像那个鸡一样 鸡见到镜中的自己 就会跳起来争斗 鸡呢会把爪子抓碎 它跟镜子里面的自己呢 互相在那争斗 老虎呢就会把牙齿磕没 众生同样如此 见到那些因缘假象 就会拼命的执着 哪怕是丧身失命 也是在所不惜啊 他人说他是为了真理而奋斗的 谁知道他那个真理 只是他的妄想而已 哪里来的真理 其次呢 镜中的影像 不自生 不他生 也不无因生 如果你自己就有 就不需要镜子了 如果是从他而有 那就不需要面空 如果你说无因的 那就不需要镜面 如果你说什么都没有的话 但是镜中之相 又是清清楚楚 虽然他清清楚楚 却是了不可得 菩萨观察众生啊 基本也是一样 我们不老是说 众生都是空的吗 那既然众生都是空的 但众生 他不坐在你眼前吗 你怎么解释呢 你就得这么观察 尽管众生清清楚楚 坐在对面 但是却是清清静静 一无所有啊 就是面对众生的时候 离开了一切妄想 自主啊 应该这么观察众生 尽管在你这里 没有一法可得 但是也不妨碍众生 在你眼前 如热时焰 热焰又叫阳焰 是指浮尘被日光照射之后 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你从远处看过去 就像水雾一样 欲人见到热焰 就会认为有水啊 于是他就拼命追逐 因为他口渴 智者观察热焰 就会离开妄想 他知道那是假象嘛 因此毫不执着 现在也是 只要因缘和合 就有世间的万象 众生见了之后 就会以为 因缘幻象当中啊 有真实的人法 因缘和合之后 就有众生幻象出现了 那众生见了 这些因缘幻象之后呢 就会以为啊 这个因缘幻象当中 有真实的人法 但是这些真实的人法 就像雁中的水一样 完全都是一种假象啊 都是一种妄想 如果离开妄想啊 外面根本没有一滴水 同样也没有一个人 所以说如热食焰 不过呢 这就跟上面稍微有点不一样 上面的镜中像 这是说镜中本来就有像 所以说像是无所有 现在是焰中本来就没有水 但是那些人呢 硬要执着水 所以说这跟镜中像不大一样 如呼声响 呼声响就是大声呼喊之后 所发出的回响 回响呢 只是声音反射的结果 本来就是虚妄嘛 其实里面并没有人在说话 众生也是五音机具的假和 根本就是不可得嘛 你说这里面哪里有真正的人物 就像那个回响当中 虽然有嬉笑怒骂 其实并没有人在说话呀 五音也是一样 这个五音当中啊 尽管有见闻觉知 去来作物 但是也没有神我可得 如空中云 空中的浮云都是飘忽不定 转眼之间就会消失不见 世间的众生呢 也是念念生灭 刹那之际就要变异无常 这人说走就走了 说没就没了 刚才还站着讲话呢 突然就倒地而亡了 人就是这个样子 如水聚没 就像水流冲击产生的聚没 这个聚没都是内心空虚 外表脆弱 你只能眼看不能手摸 你这一摸就破 那个水摸 众生也是一样 众生都是四大几句 虚伪不实 也是说破就破 要死就死 你也是不堪一击 这个众生 推一下他就死了 如水上泡 比如水泡 才起即灭 暂有还无 你不能长保 众生也是一样 财生即死 朝不宝夕 转瞬即死 一百年几十年 也是转眼之间嘛 就没有了 如八交间 如电九柱 就像八交内心坚硬 电光刹那九柱 乃至众生自信实有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 如第五大 如第六因 如第七情 如十三入 如十九界 菩萨观众生 微若此 上面是十玉 现在还有五个比喻 比如说 色法当中 只有第一 水火风四大 根本没有第五大 五因当中 只有五因 另外没有第六因 六根当中 只有眼耳鼻舌身影 不可能还有第七根 六根六臣 加起来是十二入 另外没有第十三入 根臣是和和 只有十八界 另外没有十九界 上面是说 菩萨观察众生 就像那个第五大 第六因 第七根 十三入 十九界一样 本来就是 毕竟空无所有 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 你硬要说它是有 那就是一种妄想 执着 菩萨虽然观察众生 无所有 但是世人却说 众生是十有 这就是颠倒 有人问了 是否可以观察 假明的众生 就像十三入 十九界一样 毕竟空无所有 现在说 既然是假明众生 它就是毕竟没有众生 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也可以说它像十三入 十三入是根本没有的东西 不过呢 众生虽然是毕竟无所有 但是众生呢 又清清楚楚 就在眼前 它就站在你眼前 可是十三入 是根本没有的东西 因此这个观察 也不完全正确 就是你不能把众生啊 真的当成是十三入 十三入是根本没有的东西 众生呢 虽然是毕竟无所有 但是众生又清清楚楚 就在眼前 虽然清清楚楚 就在眼前 但是呢 对你来说 众生却是毕竟清净 一无所有 我们说众生无所有 是指你的妄想 你离开妄想了 众生是无所有 既谈不上有 也谈不上没有 更谈不上理空是有 心空相有 尽管是离开你的妄想了 但是众生并没有死掉 众生就在你眼前 也不妨言它行住坐卧 这完全就是 讲的是观照功夫 不是说众生就死了 没有了 那才叫无所有 无所有 无所有是人的妄想 你面对众生的时候 离开了一切妄想 所以才说众生无所有啊 无所有就是 没有面对众生的一切妄想 没有这些东西 上面说众生无所有 有两层意思 一是解释因缘 就是因缘所剩的众生啊 就是幻化而有的众生 幻化而有的众生 就是空不可得的众生 并不是还有因缘幻化的众生 你不要当真 因此说众生无所有 第二是为了破病 为了破除对我的执着 我们才说众生就像十三入十九界一样 都是毕竟空无所有 如果大家都不执着众生是有 佛也不会说无所有 究竟来说呀 众生根本谈不上有和没有啊 因此我们也不能执着 众生就是无所有 你不能说众生真的就是无所有 真的就没有众生 那是一种邪见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众生无所有呢 就是迫使你另外一种邪见 因为你老是说众生是十有 所以说我们就用无所有破你的十有嘛 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众生就是无所有 不要落在这上面 那么又问了 如果众生就像十三入十九界一样 毕竟无所有 菩萨到底要观什么众生呢 众生既然是十三入十九界 菩萨里同样是十三入十九界 众生既然无所有 你菩萨同样无所有 既然大家都是毕竟空无所有 那么菩萨还怎么观察众生 现在解释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众生的十相啊 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菩萨他要观察众生无所有啊 如果众生知道自己无所有 也不需要菩萨帮你观察无所有 正是众生在无所有当中 硬要以为十有 菩萨他要观察众生无所有啊 目的是让众生共同领悟无所有 如果众生明白无所有 明白无声的话 菩萨何必还要观察无所有呢 再者说了 因缘所生的众生啊 本来就不是有无 他既不是有 也不是无所有 现在只是针对众生的有 因为大家都说众生是有 才说菩萨的无所有 其实来说呀 众生尚且都不是有 怎么会是无呢 所以也不能说啊 既然没有众生 你何必还要观察众生 您的意思就是 不就是认为没有众生吗 你不就落在空上了吗 因此你不管说众生是有是无 都是错误 那么尽管众生他不是有无 你说众生是有是无都不对 但是众生呢 他就在你眼前 虽然众生就在眼前 但是众生也不可能是有是无 乃至亦有一无 非有非无 所以说因缘生的众生啊 虽然清清楚楚 活生生的就在眼前 却是必尽清净 一无所有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他清清楚就在眼前 却必尽清净 一无所有呢 就是你离开了一切妄想 面对众生的时候啊 离开了一切执着 你离开一切执着 他不就是毕竟清净一无所有吗 当然了 如果你老是认为众生无所有 这还是你的执着 还是没有离开妄想啊 还得继续再离啊 必须要做到一无所得 要让这个心地彻底清净 心地彻底清净了 这不就是道吗 所以说面对众生的时候 这自然就能见道 这么观察下去 我们不但这么观察众生啊 观察一切事物都得这么观察 事情就在你眼前 但是对你来说呢 却是一无所得 这就是应无所住了 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 如无色界色 无色界的众生啊 只有心师而没有身体 因为人家修得很好 只有心师没有身体 所以它叫无色 如果说无色皆有色 那就不叫无色了 同样 假如众生是实有 那就不叫众生了 你既然叫众生 你就 就是没有的东西 如交骨芽 交骨是烧交的骨子 烧交的骨子生芽啊 这只是一句空话 众生假如是实有 那也只是说说 这都是空的 如虚托还神剑 虚托还是出国 出国罗汉已经断掉了三界的剑火 哪里还有神剑的 神剑就是邪剑嘛 执着身体是我 这叫神剑 同样众生也是了不可得 怎么会是实有 如阿诺汉入胎 阿诺汉叫不来的意思 但是不会再来欲界受生 所以说阿诺汉没有入胎的道理 阿诺汉尚且没有入胎的道理 众生怎么会有事实的可能呢 这都是比喻嘛 如阿罗汉三读 阿罗汉已经断经的一切剑死烦恼 不可能还有三读啊 同样众生都是四大五云 积聚而成 同样也不会失有 你要想众生是失有 除非罗汉有三读 那么罗汉既然没有三读 众生怎么会是失有呢 如得人菩萨 贪慧毁金 得人菩萨就是得到无声法人的菩萨 哪里会有贪嗔痴破戒的事情 那不会 你要想无声人的菩萨破戒 很好办 除非众生都变成失有 众生既然不能变成失有 人家无声人的菩萨怎么会可能破戒 如佛烦恼习 如来的心地已经彻底清净 不可能还有残余的烦恼习气啊 如来的习气既然是子虚乌有 众生的自信同样是好比虚空 也是了不可得 如忙者见色 忙人见色没有这种道理 众生不空也没有这个可能 如出入灭净定出入息 四禅以上的众生啊上去都没有暖气 就是你参禅打坐入了四禅八定的众生啊 你呼吸心跳都没有了 何况灭净定的圣人他怎么会有呼吸呢 假若众生是室友 就像圣人有呼吸一样都是不可能的事 如空中鸟记 空中的飞鸟哪里会有足迹呢 人家只有翅膀在那拍来拍去 没有足迹 世间的众生怎么能有尸体 那都是你的妄想执着 哪来的尸体 如尸女儿 人间的尸女终究不能生儿啊 尸女就是不能怀孕的女人吧 好像这意思吧 众生的五蕴也不可能有人 你尸女不能生小孩 你五蕴怎么可能有人呢 如化人起烦恼 化人是变化出来的人 他怎么起烦恼 众生也不是室友 他怎么能觉悟呢 你不要老是指望你觉悟 你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你明白 你连个我空都没有明白啊 你还要开悟啊 指望 如梦所见已悟 梦中发现自己觉悟 这只是白白欢喜啊 你白高兴的一场 因为你是做梦 你醒来之后 见到有众生啊 那也是网自高兴 如灭度这瘦身 既然你入了灭度 就不会再去瘦身了嘛 灭度就是捏盘嘛 如果你做了众生啊 就不要指望有人 如无烟之火 众生就像无烟之火 无本之木 无缘之水 都是了不可得 如果说离开五蕴 有众生 离开身体 有神 我离开这个 有自性 佛性 那就应该啊 离开盐有火 离开水有波 离开花有火 所以这件事啊 根本就不可得 菩萨观众生 为弱此 这是总结 菩萨观察众生啊 就是如此 上面总共15句 句句都在说众生空 但是大家也不要认为众生真的就是空 因为众生本来也不是空 现在为什么我们老是说空呢 这只是执着有的太多呀 世间哪个人不执着有 有几个执着空的 既然大家都在执着有 所以说佛教老是在说空 那说来说去给人的印象 就是以为佛教就主张空 那是大错特错 现在我们之所以说空 只是执着有的太多了 是这个原因 因此才要说空破有 破了有也就破了空了 也就不需要空了 你不要老是说佛教主张空 因此也不要以为 众生真的就是必尽空 无所有 下面文书势力言 若菩萨坐视观者 云和行词 上面是观察众生 现在是讨论四等 四等就是慈悲喜舍 这四无量心 文书问 菩萨修行的本来是为了众生 但是如果菩萨这么观察众生的 你还怎么修行慈悲喜舍 慈本来是给众生快乐 现在众生既然是必尽空 无所有 那么菩萨同样是必尽空 无所有 因为菩萨你也是众生 你也是因缘生的 你也是必尽空的 既然众生菩萨都是必尽空 无所有 你菩萨还怎么修行慈悲喜舍 唯摩皆言 菩萨做事观矣 这是回答 上面是文书问 现在是唯摩答 这里面是问起来容易 答起来困难呀 因为问是涉难 答是险道 你问的是提问 你刁难人家 你回答就麻烦了 所以说问意答难 前面问既然没有众生 怎么修行慈心 现在就说 菩萨既然观察众生 必尽空无所有 因此就要发愿 我也应该说这种 必尽空无所有的法门 来开悟众生 让众生和我一样 也能拥有这种 必尽空无所有的智慧 这就是真实的慈心 如果菩萨依照上面的道理 观察众生 这就是中道正观 假如自己有了正观之后 再让众生领悟这种道理 得到实相法身 这就是真实的慈 因为凡乎二成也在观察众生 但是他们观察众生 都是非有即无 凡乎是见到有众生 这是常见 因为凡乎都认为众生实有 实有就是常见 二成认为没有众生 二成是我空法空 这就是断见 有了断肠二见 你得到的就是生死果报 像这样的慈心 只能是人天二成的慈 并不是真实的慈 你没有让人得到究竟的利益 现在菩萨观察众生 无所有 这就离开了常见 虽然无所有 也不妨爱观察众生 这就离开了断见 只有离开断肠二见 才是中道正观 你有了这种正确的 关照方法 才能对众生说法 让众生也能领悟中道正观 离开那些断肠二见 这才是真实的慈 你能让人家得到真实的利益吗 这不是真实的慈 再者说了 这种法门本身就是 真实慈悲的法门 只要你演说这种无所得的法门 这就是最真实的慈悲 你何况让人信解呢 领悟呢 不过上面虽然这么解释 还是有人不能理解 那既然没有众生 你就不应该演说议论吗 你对谁说法呢 你为什么还要对这些 没有的众生说法叫唤呢 你看他又落在空上了 现在就说 如果众生知道自己都是必经空 无所有那也不需要菩萨教化你了 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啊 你死活都在执着有 就像大品说 众生假如知道必经空的话 菩萨也就没有用处了 这佛话也就没有用了 正是因为众生不知道 必经空无所有 在这些无所有当中 硬要知以为有 菩萨才要说法教化 众生呢 既然是无所有而有 菩萨同样是无所说而说 无所说而说 说的还是有无所有 最终让人明白 所有的一切实有 根本就是一无所有 等到众生明白之后 就会发现 从来也没有菩萨 更没有说法教化 因此说 只要说这种无所有的法门 就是真实的词啊 没有比这个更加真实的了 你说那些小乘法门 都是虚假的词 都是坑人的词 行寂灭词 无所生物 下面有二十九句 具体交代怎么修行词心 教我们怎么行菩萨道了 菩萨道就是慈悲惜什么 寂灭词 寂灭就是寂灭一切烦恼 离开所有的爱见 这样来修行词心 就叫寂灭词 无所生物解释 为什么要寂灭一切烦恼呢 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无生 它本身就是寂灭 它并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分别执着 爱憎驱使 它不需要 所以说应该寂灭一切妄想 远离所有爱见 虽然修行无缘大慈 却没有一点慈心可以生起 因此叫无所生 这就是无所住 行不热慈 无烦恼固 烦恼呢就像烈火一样 时时刻刻都在焚烧众生 煎熬有情啊 这个烦恼 烦恼多了不光是一点点 各种各样的烦恼都有 所以说烦恼又叫热恼 烦恼呢是因为爱见 爱见又是由于无名 菩萨是心力清净 一尘不染 人家早就离开了无名爱见 去掉了贪嗔痴慢 哪里还有三度热恼 所以说菩萨的词心 又叫不热词 不热词就是没有烦恼的词 行等至此等三世故 等那是平等 用平等不二的词心 去救度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的众生 叫做等三世 虽然普救三世 却没有三世可救 观察三世平等性空 这也是等三世 等就是平等 平等就是性空 只有性空你才能平等啊 你有利点不空 就不会平等 行无争此 无所其故 无争就是与人无争 与世无争 乃至跟这个真理实相 也没有任何的为争 真理实相就是无声乏人 跟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 众生呢都是执着人物 分别善恶 贪着是非 才会互相争论嘛 如果你说你看破放下 无我无人 你又有什么争论 这就是无所起 用这种不起烦恼 没有争论 远离人我是非的心 去度化众生 就叫无争辞 当然这的功夫道家 也需要慢慢锻炼 这不是说一句话 就能做得到的 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说什么话 做不到你得慢慢做嘛 你否则怎么办 行伯尔词内外不何故 内外呢 六根这是内 六臣这是外 跟臣内外这叫二 远离跟臣不住内外 这是伯尔 这叫伯尔 跟臣和和就有意识分别 这叫和 那么你跟臣相对的时候 不再分别执着 见色闻生的时候 离开你的爱憎驱使 这叫不和 能够不住根臣内外 远离一切分别 不再爱憎驱使 这么修行慈心啊 就叫不二慈 行不坏慈 必尽禁骨 不坏就是不管什么 无名邪见 包括那些魔王扰乱 菩萨的慈心啊 也不会被其破坏 这叫不坏慈 必尽禁骨解释不坏 因为菩萨的无名烦恼 已经彻底断尽了 菩萨的功德智慧 都已经全部具足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破坏菩萨 行坚固慈 上一句是外缘不能坏 这一句是内心不可悔 菩萨的慈心是悲深怨广 智大气刚 就像金刚王一样 坚固锐利 无人可比 所以叫坚固慈 坚固到什么程度 坚固到八风不能动摇啊 六尘无法干扰 任何境界都不能毁坏 所以说心无悔 我们不行 一句话就退迟到心了 还心无悔呢 行轻尽死 诸法性禁骨 清静就是内心清静 一尘不然 用这种清静静静 一尘不然的心 去教化众生 这就是清静词 诸法性禁骨解释 为什么你会清静静静 一尘不然啊 正是提供到一切法的自信 本来清静 本来清静就是本来不可得的意思 菩萨的内心 菩萨的内心才会一尘不然啊 就是先有般热智慧 照见无运皆空 你才能做到一尘不然 否则的话 你不染这个就得染那个 你不染事法就得染个佛法 行无边词 如虚空故 菩萨的无缘大词 就像虚空一样 涵盖乾坤 包罗万象 不但没有边际限量 而且遍复一切众生 不管你众生善恶好坏 他都是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 因此叫无边词 没有边际 也没有限量 也不分别好坏 什么人都平等普度 行罗汉词破皆贼故 罗汉词有人就问了 前面说二生的词心 不是真实的词 现在为什么要行阿罗汉的词呢 现在说呀 这只是借阿罗汉来做比喻嘛 并不是要行二生的词 阿罗汉翻译过来叫杀贼 菩萨面对众生的时候 能断出一切爱见烦恼 就像阿罗汉一样 能杀掉一切烦恼怨贼 所以叫阿罗汉词 行菩萨词安众生故 菩萨之所以是菩萨 就是能给众生安乐嘛 你不能给众生安乐 你凭什么叫菩萨 因此说能够安乐众生的词 就叫菩萨词 安众生故解释 比如说身心没有安顿的 让身心安顿 善根没有生长的 让善根生长 他的菩提没有成熟的 让菩提成熟 能够这么安乐众生 教化友情 这就是菩萨词 行如来此 得如相骨 如来之所以叫做如来 就是如来啊 已经证到了真如实相 真如实相是什么 就是毕竟空啊 就是无生人 除此之外啊 根本没有真如 另外也没有实相 你有的话都是断成而见 都可以破 菩萨虽然还没有成佛 但是已经具备了佛的智慧 他只不过呢 这个智慧没有圆满 不是说他没有 所以说在教化终生的时候 他就能辨别邪正 抉择真伪 让人人都能深入实相 得到这种最究竟真实的利益 所以叫如来此 行佛之词 绝众生物 佛是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的意思 那么菩萨的任务 就是要自觉觉他 向佛看齐 不但自己觉悟 还要觉悟众生 要让一切有缘众生 都能获得像诸佛菩萨一样的 圆满觉悟 所以叫佛慈 你得有这个慈心 有这个目的才行 行自然慈 无因得果 就是菩萨得到的时候 他的慈悲之心 自然就会流露出来 这叫自然词 自然而有 不需要谁教导 这叫无因得 就像那马生下来就会跑 鸟生下来就会叫 鱼生下来就会水 并不需要其他原因 小孩生下来就知道吃奶 也不知道谁教的 行菩提死等一位故 菩提是无上佛道的称呼 菩提就是佛道 真如法身佛性的意思 那么只有佛的菩提 才能觉悟一切诸法 都是彼此平等 一相一位 一相所谓无相 一位它就是无位 这就叫等一位 尽管是等一位 但也不是说 还有个彼此平等 一相一位的佛法 而是说呀 一切法都是彼此平等 必尽皆空 包括你这个佛法 也是一样 你根本谈不上 有相无相 有位无位 这才是等一位 用这种平等一位的道理 去觉悟众生 让众生也能明白 一切法都是彼此平等 一相一位 一位就是必尽空位 根本也没有什么位 你也不要由于佛法 有什么位 这就叫菩提词 行无等词 断诸爱故 无等就是 没有人可以与之相等 二成以下 都是因为分别人我 爱憎执着 才会发起慈心 像我们这些人 也能发点慈悲之心 我们发心的 都是因为爱憎执着 喜欢这个了 才发点慈心 陶渊那个了 就不会发这个慈心 所以说像这种慈心 可以说比比皆是 人人都有啊 那跟那些世间的 繁复外道 基本相差无几 因此你不能叫无等 你都大落货 你怎么能叫无等 如果断除爱憎 不住人我 离开一切执着 这样来度化众生啊 你就能超凡月圣 没有人可以与之相等 所以叫无等慈 行大悲词 道以大乘无 悲是怜悯的意思 同情的意思 也是拔出痛苦的意思 菩萨不但怜悯众生的愚痴 就拔众生的痛苦 而且呢 还能引导众生 进入大乘 领悟无声 最终拔出众生的 无名邪剑 给予众生 最究竟的出世大乐 所以叫大悲词 最终让他进入大乘 领悟无声啊 可不是让他 学个三法音四圣地 学那些邪之邪剑 那你叫大悲词 你叫坑人的词而已 人家本来学佛的 你竟然让他 学了一身邪剑 你能叫大悲啊 你害人去吧你 行无厌此 观空无我故 厌是厌倦 二成人修行慈心啊 世间久了就会厌倦 为什么厌倦呢 主要是有我 有我的人啊 就会分别执着 爱憎屈舍 产生厌倦 如果能够观空浅向 无我无人 度众生就像度虚空 度虚空就像度众生 虽然有无边的生死 他也不会感到厌倦 所以是无厌此 因为厌倦都是一种感觉嘛 并不是说真的泪蓝 观点扭转一下 就不会感觉厌倦了 当然这需要工夫 行法是此 无疑惜故 下面再就六度 说明菩萨的慈心 法是是法不识 不识有财不识 法不识 还有无为识 现在只说法不识 无疑惜 疑惜是遗漏和爱惜啊 没有慈心的人 说起法来 就会爱惜法财 隐藏要点 一旦说到关键的地方 就会握在手里 密尔不传啊 那不叫溜尔不传吗 这就是没有慈心的表现啊 只有具足真实的慈心 才能在法不识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爱惜和遗漏 僧照说 没有得到真实词的人 还有吝惜法财的时候 只有那些外道 才会立而不传 佛教没有不传的东西啊 佛教度众生都来不及啊 就怕你不学佛 学不了佛 学不到真正的佛法 他有什么保密的 你保那里有什么必要 现在的佛法都不值钱了 都成了大陆祸了 你还保密干什么 你扔出去都没人要说这话 没必要了就 现在道已经不值钱了 你还保密干什么 再保密你自灭亡了就 这佛法 这叫自去灭亡 行持戒此 化毁金雇 华言经说 皆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具足持境界 若能坚持与境界 是则如来所赞叹 作为菩萨来说 必须严禁疲离 坚持境界 规范六根 对质三叶 你只有这样 才能以身作则 教化一切吗 让人离开 所有的过失和毁凡 这么来修行慈心 就是持戒慈 你就是你教导众生啊 必须自己要行为端正 行忍辱慈 忽比我顾 忍辱呢 就是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何必还要忍辱呢 那就不叫忍辱了 菩萨度众生的时候 必须忍受各种的侮辱 接受种种的非议 所以叫忍辱慈 因为这世道啊 都不是佛法的世道 佛法在现在这个社会 都是边缘化的 修行忍辱的人啊 对内既能保护自己 对外也不伤害众生啊 你能忍的话 他既能让恶人休息 也能让好人安乐 彼此呢都能相安无事 所以叫忽比我 忍辱有这种好处 对内保护自己 对外也不伤害众生 能让坏人休息 你一忍的话 坏人就没事了 你不能忍 你怎么办 只能互相争斗了 你还怎么修行呢 行精进词 赫富众生故 菩萨的教化 只有精进 没有懈怠 只有勤奋 没有放逸 所以叫精进词 赫富是担任的意思 承担救度众生的责任 赫富如来的正法 为了众生的生死解脱 勇猛精进 而不谢卷 所以是精进词 行禅定死 不受畏骨 受畏就是贪爱禅位 这叫受畏 入了禅定的人 就会四大清安 身心愉悦 妙不可言 如果贪图禅位 你就会住在禅定当中 不能教化众生 你入了定 你怎么教化众生呢 你像你一定几个月 几年 几大节 怎么教化众生 菩萨虽然深入禅定 但是也不会贪图禅位 而是用这种深入禅定 如如不动的心 去度化一切众生 所以叫禅定词 就是禅定 修到一定程度 就要出来度化众生了 要在洞中用功了 就不能老是打坐了 六祖老是呵斥 那些常坐补卧的人 那是一种禅病啊 你是有禅定功夫 但是你已经贪图禅位了 你住在禅定上了 你住在禅定上 你就不能度化众生 你也不可能成就佛道 行智慧词 无不知实故 智慧是般若智慧 俱足般若智慧 修行无缘大词 这叫智慧词 无不知实是说呀 没有不知道时机的过失 菩萨的波日智慧 能够通达诸法 十项明了三世因果 他能知道众生的根基 力端 志愿大小 他可以关机 斗教 应病与药 而不会错失时机 所以说 无不知实 行方便此一切事先无 方便是指教化众生的方法 菩萨教化众生 要有善巧方便呀 众生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度 菩萨就用什么方法度化 这叫方便词 一切事先 就是事先一切身份 采取各种手段 运用种种的神通 想方设法度化众生 就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印 就是一切事先 当然这三十二印都在经典上 事实上谁也没碰到过 好像有人碰到过 行无隐词 知心清净过 无隐就是没有隐藏 菩萨的心力清净 正知无为 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他只要有罪 就会当众忏悔 但凡遇事 他不敢隐瞒 所以叫无隐词 僧照说 没有得到真实词的人 内心还有隐藏不清净的事情 无隐词就是有罪就会忏悔 不可以藏着掖着 行身心词 无杂心故 慧远说 教化众生的心非常殷切 这叫身心 罗师说 上面的执心清净 或许还有烦恼呢 现在是深入佛法 没有任何的妄想杂念 所以叫身心词 杂心就是指烦恼妄想 菩萨的身心大愿 就再也不会有乱七八糟的妄想杂念在里面 所以叫无杂心 行无旷词 不虚假故 旷是欺骗的意思 那么菩萨庄严 国土利益 友情 说法 教化 牺牲自我 这些所作所为 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绝对没有半点虚假 他根本不会欺骗众生 你不要说你没有看到都是假的 所以叫无旷词 僧照说 没有得到真实词的人 还有虚假不识的事情 就是菩萨的所作所为 所言所说 没有一点虚假不识 他骗你干什么的问题是 行安乐词 令得佛乐故 能让众生得到菩提涅槃的安乐果报 这种行为就叫安乐词 令得佛乐 这是解释 菩萨利益终生的目的 并不仅仅是给众生的意识之乐 或者人间之乐 而是要让众生圆满佛果 最终成佛 得到诸佛菩萨的安稳快乐 所以菩萨的慈心也叫安乐词 最终是让众生成佛 菩萨之词为若慈也 菩萨的慈心就是如此 应该这么发心修行才对 这就是总结 说了半天 好像一句我们也用不上 一句也做不到 不但我们做不到 好像别人也做不到 就这样吧 我看 那做不到你得说得到 问题是 你连说都说不到了 你何况还要做得到呢 做不到没关系 你说得说得到啊 该说还得说呀 你再不说的话 佛法不就完了吗 不就 文书又问 何谓为卑 再来解释卑 一经听说什么是词 不知道什么才是卑 所以又问 何谓为卑 大约菩萨所作功德 介于一切众生共之 那么解释慈卑呢 经文都不大一样 有些地方是说 词是娱乐 卑是拔苦 这里是说呢 利益众生的行为 这是词 把自己所有的功德 果报 全部施舍给一切苦恼众生 救济对方的苦难 这就是卑 这里说的是这个意思 何谓为习 大约 有所饶意 欢喜误悔 解释这个习也不大一样 有的经典是说 见到众生快乐 自己也就随着欢喜 这就是习 现在是说呀 菩萨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 对于所有利益众生的事业 都是只有欢喜 而没有后悔 所以叫习 下面何谓为舍 大约 所作福有 无所希望 解释舍也不大一样 这里的意思是说呀 菩萨虽然慈悲众生 普度一切 但是对于自己 所有的功德善业 并不会有任何的执着 他既不贪求 现实的名利 也不希望将来的果报 舍弃这两件事情 所以叫舍 文书又问 生死有为 菩萨当何所依 文书与敬明观众生 有两段 第一段已经结束 现在是第二段 再来说怎么自己修行 上面说的是身行菩萨 现在再来教导潜行菩萨 潜行就是刚开始发心的菩萨 首先文书问 这一句也是有远有近 从远处来说呢 这一问正是为了我们这些始行菩萨 始行菩萨就是刚开始修行的菩萨 你别看你修了二十年三十年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 你也是刚开始修行 因为成佛是三大阿僧齐节 你才修了二三十年 你算什么呢 你不是刚起步吗 那么菩萨既然发了菩提心 就要度众生 但是度众生 你不能像二乘一样 住在涅槃当中度众生 你住在禅令当中度众生 而是应该在生死当中 救度众生 因为众生都在生死当中 你不在生死当中 你怎么救度众生 那么既然在生死当中 生死就非常危险 这个生死猜色名利 天天围绕着你 刚开始修行的菩萨 他对于生死烦恼 都会有各种畏惧 因此说菩萨应该依靠什么力量 才能避免这种畏惧 大家都有畏惧 对这生死烦恼 让你管点事 你都不愿意干 你再让我干 我就走人 这都是畏惧 你管事都那么害怕 你何况其他的呢 你更不要说了都 从近处来说 菩萨既然有大慈大悲 你就应该深入生死 拔出众生的痛苦 但是生死当中 又充满各种的艰难困苦 没有那么容易 这难免让人产生畏惧 菩萨应该怎么修行 才能在生死当中 无所畏惧 所以文书问 菩萨应该依靠什么力量 才能离开这些生死畏惧 不至于产生障碍退转 下面总共有十二番问答 文书竟明反复分析研究 观察众生的根源 唯莫皆言 菩萨与生死畏中 当一如来功德之力 上面文书问 生死有畏 当何所一 现在回答 菩萨在生死当中 应该依靠如来的功德 如果不仰仗如来的功德力量 谁能在生死当中 没有丝毫畏惧 这就是上有所平 下无所畏 所谓的当一如来功德 指的就是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便治一切病 佛教治病 有通有别 别就是说 比如贪欲多的 叫你不敬观 嗔恨多的 叫慈悲观 等等等 这是别 所谓的通 就是菩萨如果畏惧生死 就要修行念佛三昧 因为念佛三昧 通治一切烦恼 所以说 念佛三昧有三种 一是一心称念佛的名号 比如说你一心一意 称念阿弥陀佛 或者称念什么这个佛号 那个佛号都可以 二是一心观想佛的像号 三是一心观察实像 实像就是无声 以上只要具足一种 就能离开畏惧 菩萨应该这么想 我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是为了成就无上佛道 成就无上佛道 必然要面对无量的烦恼 遭受各种的磨难 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现在怎么能因为这一点点的障碍 就要产生退传呢 你看那些老和尚受了多大的磨难 你修行这一辈子 道德那么高 还是被人打 因此菩萨应该勇猛精进 一心一念入来的功德 努力追求诸佛的道法 这样自然就能离开畏惧 这里是把意念佛的功德 作为依靠 也是把追求无上佛道 作为依靠 你心里有佛 天天念思在思 你就不会有什么畏惧 文书师里又问 菩萨寓意如来功德之力 当于何注 就是菩萨要想依靠如来的功德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才能依靠如来的功德 才能得到念佛三位 所以问当于何注 当于何注 就是应该怎么去做的意思 维摩回答 菩萨依靠如来的功德 是为了度托一切众生 如果不是度托众生 你又何必依靠如来功德呢 因此说 菩萨想要依靠如来的功德 就必须住在度托一切众生上面 要把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作为自己的事业 只有这样 才能圆满菩提 成就佛道 上面依靠如来功德 这是上有所一 现在度托一切众生 这是下有所祭 这也是上有所弘 下有所化 同时也是解释 无所谓 菩萨既然发心度众生 这就是以大度小啊 那么既然菩萨是大 众生是小 菩萨怎么会畏惧众生呢 大人怎么能害怕小孩呢 因为你度众生 你肯定是老大吧 众生肯定是老二 你老大怎么会怕小孩呢 第二呢 菩萨既然发心度众生 就说明啊 菩萨有慈悲心 有慈悲心的人啊 就会无所畏惧 那也不会有人脑害菩萨 就像世人所说的 人无害兽之心 兽无害人之意啊 第三呢 念佛功德 这是最殊胜的法门 如果你一心念佛 专注三宝八 所有的意念 都集中在这里 来着你去观察实相 你这样就会有佛力加持 而且有隆天拥护 你哪里还有畏惧呢 时间到了 讨论一分钟 词萨总统 字幕志愿者们 接述